我们先用屏幕针打一个对象 我们把它画出来 随便画出来 大家好 这里我们介绍第17个知识点 PLANTING和水波效果的操作 大家看我们制作陶拉密针的时候 用复合填针制作陶拉密针的时候 我们这个PLANTING的效果和后面的水波效果 它是可用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没有用这两种效果的时候 这个陶拉密针它的整体角度只有一个 现在我们介绍第18个知识点 复合填针重叠行的意义和角度调整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右键 选择在复合填针这个图标的时候 我们右键点出来它有一个重叠行 填针中计 复合填针 这里有一个重叠行 重叠多少多少行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上面一个角度 这个重叠行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来一针一针的走一下 从这里开始 我们把这个针一针一针一针 这样子走 走到这里看的时候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它就走底线往上 往上打了 这时候 上面 再打下来 这时候打下来的时候 有的机器 有的键化器 它是会 稠位的 打下来的时候 中间这个位置 它就出现一个 空档 出现一个线底部的 这种情况 那么 那么我们要解决 这种情况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这里 调节它的重叠行 把这个重叠行改大 几个月之后 把它改成三行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的时候 是从这里上去的 那么我打下来的时候 看一下 它会多打三行出来 如果我们这里还是 选择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我们把它改成平方针 建格改成二 我们看一下 这里起针 上去的时候 起针 结束针是在这里上去的 我们先把这个针找出来 是在这一行 往上的 这一行往上的 但是它打的时候 从上面打下来的时候 它是结束针 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 画一个线过来看一下 解束针 解束针现在在这个位置 下上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一行 两行三行 它就多了三行出来 这种情况它就有效的解决 打的时候 中间出现一根空行 没有针在这里打的 打的这种情况 把它封满 把它封满 这是复活天真 重叠行的意义 一般来说我们在这里调节 最多就是数字是五行 一般来说最多五行就可以了 一般最少是多少了 最少一般就是两行三行就可以了 以前我们在字板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当又符合天真字板的时候 结束针在中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是会在这上面打一根线上去的 我们在讲 在讲这个 大家注意 我们在讲 传达到这个 这个图 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了 在底下这根线 是从边上 我们把它用上的时候 它底下这根线是从边上过去的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 如果是密的比较密的时候 这根底下这根线不影响这个 从底效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 穿NAP的这个图片 这个 这个功能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定要注意这种重叠行 在这个地方的作用 这是重叠行的意义 按我们真据角度怎样调节呢 一般来说我们是按H整形 然后拉这个角度 拉这个角度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很死的这种角度 举个例子说45度 或者是0度 或者是90度 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去去这样子拉它的升级角度了 我们就可以右键选择 右键 直接点这个角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角度改成45度 直接在这里输入45 然后你看它的角度 自动的就称了 这可以 这种情况呢 这个要准确的多 但比我们去拉这个增级角度的时候要准确的多 9月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水平方向的增级 我们把它改为0 这个时候 它就绝对是水平 如果是90度 绝对的垂直 这是这种情况 增级角度的调节的另一种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字版的时候 这个重低行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大家好 最近我们介绍第19个知识点 融合填针的使用 我们以前遇到的这种塔塔密针的时候 它的增级角度 要么是一个方向水平垂直或者是倾斜 要么是我们用水波效果和弗道安提效果 实现的这种水纹一样的流动这种效果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要求是两个纹路 奇怪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是像这样打 这个位置是像这样打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现在要求 增级角度这个像这样 这个像这样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怎样操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融合填针 首先选住融合填针 然后它看下面的提示 请输入增级角度第一点 我在这里输入增级角度第一点 这个时候它又再提示了 请输入增级角度第一点 第二点 这是什么 回车 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 上面向下斜 下面向上斜 这是融合填针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刻了一个洞 这种情况我们要 怎样解决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增级角度 全部要处于半径的这种角度 就是我们看一下怎样的操作 首先选中融合填针 然后 然后拉这样的半径角度 拉出来 然后回车确认 大家看 这个时候的这个增级角度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我们的融合填针 当我们把这个变成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用增级角度来拉它的 多选择一些 这个增级角度 大家注意 要用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前面用了 融合填针做前提条件 所以我们后面才可以用这个增级角度来拉它的 每一个具体的地方的角度 这是我们的融合填针的功能 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下自动相绣的使用 因为绣花工艺的不同 在我们程度市场上 我们用这个自动相绣的这种机会 很少很少 但是我们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它的使用的方法 自动相绣在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在我们一般的贴布的时候 在贴布的时候可以用 首先我们选中它 然后我们画一个圆圈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圆圈的效果 大家看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圆圈 它是怎样的效果 我们首先 贴布的时候 第一个这个红色 红色的颜色 红色 这个红色的平整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它是告诉绣花工 这个地方应该贴布了 这个地方应该贴布 的时候 好 我们再度订下一个是红色